当前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面临的现实挑战时 美国作为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 却将本国优先作为行事标准 把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推行到了极致 不惜抛弃国际责任和多边规则 甚至在疫情最吃紧的时刻 无理攻击并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本届美国政府退出的国际条约数量 已经超过了美国以往任何一届政府 成为了现行国际秩序的最大的破坏者 中国始终是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坚定维护者 新中国成立70年来 中国从未主动挑战过一场战争 从未侵占过别人的一寸土地 我们将坚持自身和平发展载入宪法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做出这一庄严承诺的国家 我们将继续沿着和平发展道路坚定走下去 永远不称霸 永远不搞扩张 永远做维护和平的中间力量 今年是二战胜利和联合国成立75周年 我们不能任由国际体系再被轻易破坏 不能再让这个世界重现分裂 中国是首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 我们加入了几乎所有国际条约和协议 忠实履行着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 在攸关世界前途命运的重大关头 我们将继续坚定捍卫和践行多边主义 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坚定推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我们下期见